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好久不见 最近这个工作比较忙 做视频做比较少 今天正好有点时间 所以说赶紧给您分享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 是这样 EVO 2019刚刚结束 对不对 感觉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机场比赛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今天咱们分享一个做对战游戏的视频 哪个游戏 一开始我是想选试魂嘛 对吧 但是试魂是这个PS4版的 诸多不变 所以我选的是PC版的街头霸王5 做一套 然后是这样 如果说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话 感觉没什么意思 毕竟这个游戏出了很长时间了 我自然玩跟别人玩有什么区别 可能我的水平还不如别人 对不对 那么怎么玩是这样 因为最近我也是一直在研究人工智能 研究AI 所以说我呢 就作为我这个人工智能AI玩游戏的第一期 咱们玩一下这个基督霸王游戏 是这样啊 我简单的做了一下 但是因为我是刚开始做嘛 所以说这个AI呢 还不是很成熟 今天我给您展示我的第一版 也就是说这个整体AI玩基督霸王进度的1% 非常少啊 我刚刚开始做啊 也做了也就一两天 干什么 我是像这样啊 我选择主角龙 然后呢 用全AI的方式 咱们来玩一个这个阶级模式 因为基督霸王5提供阶级模式嘛 对吧 玩什么是这样啊 首先说我呢 这个用AI玩这个基督霸王5的对战思路是 我要判断一下我和对手的位置 然后根据我们两个位置的不同 我呢会做各种各样招式的变化 因为现在我刚开始做嘛 所以说这些东西咱放到基督后再去做 咱们训练模型放到基督后再去做 今天做什么 是这样啊 今天我想采用TensorFlow里面的Object的对象检测的功能 咱们先简单的玩一下 我的招式呢 也很简单 咱们就一招 咱们就让龙发波动拳 就这么一招 咱们看看能不能通关 然后今后呢 我会一点点的去完善我的AI这个代理 好不好 好的 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啊 全程我都不操作 但是这个 现在这个模式我得操作一下啊 我喜欢这个阶级模式啊 因为它提供了几种阶级模式 好咱们试试啊 先少许马上开始 第一个 我下面还都没打呢吗 对吧 咱们就第一个啊 Go 然后难度 这个难度 简单 普通 困难 咱们啊 先选这个普通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这个AI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吗 对吧 急紧会发气 升龙拳还不会呢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完善啊 咱们先选第一个 好 咱们试试啊 Go 好 试试啊 一会我就准备开我的代理了 因为以后我这么想啊 等我这个AI训练成熟之后 我准备这个 也去挑战一下这个开发者 这个对战大会啊 感觉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选择玩家6 好 咱们试试啊 大家看我的这个画面 左上角是 我的这个游戏的画面 然后我这个右边的中间部分呢 是我用TensorFlow 这个分析这个屏幕的图像 截出来的一些个 屏幕的内容的分析的结果信息 给大家作为参照 今后我分析游戏的这个对战画面的话 也是通过这个技术进行分析啊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我这选一下龙的版本啊 第一关 因为是这个是接近模式的 街头霸王的第一版 所以说只有四关啊 那咱们试一下 中央车站 go 好 我的招式只有波动权 我现在要开代理了 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动了 go 试一下 稍等 我的代理还没有启动起来 所以说我在挨打 可以了 大家请看 我只是汇发波动权对吧 不过没关系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屏幕右方 这个Tensor Flow帮我判断出了我和敌人大概的位置 但是呢 现在我因为是第一版本嘛 我并不知道哪个是我 哪个是敌人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分析去训练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做吧 对吧 目前看起来结果不错 OK 这是赢下一局 让我屏幕下方说打出了我用到的几个技术 同时我还发布了这个U75平台 我也发布这个B站和优酷 咱们这个普通难度还是比较低啊 我注意招波动权就能够把它胜利 大家看 为什么我的这个龙呢 有时是发波动权 有时是出拳 是因为我现在啊 并不知道我和敌人 哪个在左边 哪个在右边 所以说我这波动权是随机发的 当然你说我 我仅仅是冲右发或者冲左发都可以 但是我得需要判断敌人的位置 对不对 我现在因为没法判断 我只是知道我们都在屏幕上哪个位置 那么怎么办 我就随机发 有时是冲左发 有时冲右发 那么比如说我站在左边 冲右发是没问题的吧 如果我站在左边冲左发的时候 他发不出来嘛 他就变成指出空拳了 OK咱显然少叙 第一局轻松过关 第二局露西亚 Go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的完善嘛 好吧 我森色Flow的这个 对象检测的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今后我也准备把它用在这个GTA里面 稍等 我这声音是不是比较大 我小一点声音 露西亚也非常的卡哇伊 非常可爱型的 好的 我继续拨动拳一招 看能不能取得胜利 好了 我先看看他算可以 那请看 为什么我能两侧发波动拳吗 对吧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敌人在哪 我是随机发的 今后 今后我肯定会这个 会判断我和敌人的位置 包括敌人的高度 是这个发波动拳 还是发声动拳 都是可以的 好再来 你看现在出拳 就说明我是在向左发波动拳 所以他发不出来 他只能是出拳 没关系 咱们AI第一版本还很傻嘛 以后咱们会一点点完善 大家看我这背景 好像是这个 圣诞节的一个主题 OK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街霸 街头霸版5 这个默认的难度 还是相对比较低 毒药 毒药是这个 season 4的这个 DLC 我还没有买这个season 4 主要是最近这个Steam打折 我倒是买了个打折版 好再试一试 然后关于我的这个AI采用的所有的技术 我会一点点的讲出来 把它放到我的技术频道 然后用AI玩游戏 我会放到我的游戏频道 OK 毒药 非常的sexy 我感觉我的难度是不是选低了 有点选低啊 我应该选困难模式才对啊 你看一招先吃一遍天 哇 毒药给我使鞭子 调教女神是吧 调教女神 她善于调教这毒药 OK 不行一会儿咱们挑战一下困难模式 一招先能吃遍天吗 等我以后能够判断左右的时候 肯定能判断 这您放心 肯定可以 我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 然后我现在正在训练模型 那我主要是框架于这个 我下面写了这个YOLO KELAS 还有TensorFlow 这是我主要使用的技术 不好 我怎么费这么多血了 这毒药看来不白给啊 被备胎给调教了 赶紧拨动拳出去 好的 看起来好像我向右发不动拳的 这个次数多于向左发 可是我的随机数就是01 那换句话说 出零的几率大于一 有的可能性 这是根据这个机器不同而不同 最后一关 Sarget 试试 然后呢 因为我是基于这个TensorFlow的引擎 所以说我现在是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对象大概的位置 其实现在我只是判断人物嘛 今后咱们可以在这个GTA里面判断汽车 可以判断这个我车间的距 看是不是红灯 判断是不是这个要撞车了 都可以判断 包括这个是不是撞星人都可以判断 咱们一点点做 今后我也是准备在这个游戏频道 还是技术频道 都以这个AI为中心 好Tiger马上开始 Sarget 很凶的样子 太王 太王不好打 就因为我有时发不开气 如果说是那个我知道左右的话 我每次都发出气 的话 感觉咱们这个胜率会更大一些 你看他太王多凶 如果我再会减手的话 目前不占优 不好说 不好说 看这个普通模式还是不能光傻发气 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傻发气 我是一半傻发气 一半傻出拳 是吧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来 都是个事 这是他的连招 没办法 好的 好的 咱俩给他 不白给 我就知道他是个连招 好的 他退远了 不好 又是连招 好的 最后一下 不错 运气比较好 6怎么说英语 最后一关 三个人比较厉害 又是连招 我天呐 不要被他打晕 好的 好的 说不好啊 现在 漂亮 他就真重 不好 连招 看能不能过关啊 真不好说 比较紧张 一招先就能够过关吗 不好说 赶紧出气 快 漂亮 我的天呐 咱们一招先居然能通关 OK 咱们这是通了第一关啊 咱们还有第二关 第一关的话 这不是第一关 是这个极核霸王一 极核霸王一的是 就是只有四关嘛 对吧 然后极核霸王二的话 应该是八关 今天我这期 咱们就光过第一关算了 然后以后 咱们再一点点过 好吧 好吧 那这一期 小马AI玩游戏的视频 就给您放到这里 今后呢 我会就是说 用AI玩游戏的视频呢 我会放到我的游戏频道 然后呢 咱们如何编写AI 我会做很多的技术视频 会放到我的技术频道 也希望您能够关注我的视频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下期再见咯 拜拜